大家好,欢迎来的不是更新 那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一集调色的这个事情 然后一集调色作为一个棋手 其实有很多办法 一个是还原LUT 就是大家一直会去找的一些各种厂家还原的LUT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就是手动还原的方法 我不牵扯到一些还原白厂黑厂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些还原白和黑 很多朋友会注意这一点 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什么 就是说一个如何快速的去还原 一起调色这个步骤 我碰到很多朋友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他会问我HRG拍摄的 我应该怎么还原 我这个拍摄的我怎么还原 那个拍摄怎么还原 一方面这一部分它面比较广 那所以我今天把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办法呢 可以告诉所有朋友 就是同样的素材 不同样的场景 都可以用这一个办法去解决 那首先我们今天引入的一个 首先我们今天引入的一个工具是达芬奇的色轮下面 它有一个叫对比度轴心的一个工具 大家知道就是在自己一些平时调色的过程中 你们一定会用到一些方法 也就是这样的曲线 这是我们的画面 但一般情况下大家如果去调对比度的时候 我们会用自己的曲线工具 去调整它的对比度 其实我今天告诉大家 其实要用对比度轴心工具 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目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对比度工具 出来的就是两旁边 它是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系 那轴心是干什么呢 轴心就相当于它会把这一个对等的关系给上下移动 这就是对比度轴心工具 这也是在亮度过程中 等一下我跟大家提一下 所以说基本上轴心工具在达芬奇里面算是一个自家的吧 因为在其他软件里面用不到那么顺手 这也是为什么喜欢达芬奇的一个原因 好然后你们会随着我的操作会看到 其实如果说有人教你们调色用曲线工具来主导的话 那你们的调色其实在单个画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特别是牵涉到如果你的画面越来越多 然后你的场景越来越多 那你会碰到一个一个画面匹配的一些问题 你曲线工具其实调整起来是相当麻烦的 那对于整体的大范围的影调 我觉得曲线工具不是说不让你用 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小动一下一点曲线 对于某一些画面 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了那现在我们开始还原 那基本上还原画面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素材 不管是什么样素材 你都需要去进行一个对比度 轴心的一个还原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提升自己的对比度 然后去把它拉到一个上下试波器不裁切的一个地址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是裁了啊 上下都会有压的很厉害的情况 压到这个位置啊 差不多 然后我们去调整一下它的轴心 我发现其实它的现代对比度也是非常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剪一些 好差不多 好也就是说如果有的朋友会觉得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再调整 那这一步是根据人现场基本上当时看到的环境是这个样子 好然后我们再动一下它的跑度工具 那这个时候会看到它的白平衡明显的有一些偏移 那我们可以用偏移工具去拉回来 好剩下的一个画面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夜景的画面 同样我们拿到素材之后我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素材啊 直接进行饱和度的一个对比度的提了 控制它的轴心啊 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还原的一个地方 好然后一系列的去动一下它的 对比度轴心饱和度 然后还有它的便移 我强调用这个工具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其实色轮这上面的所有的工具都是可以去映射到曲线工具上面 其实我们在推色轮的时候 曲线工具是可以它会进行一个调整的 只是它这边不是同步去显示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去映射到一个灰阶上面的话 你能看到其实我们做的所有操作都是有一个比较边线的一个曲线 但是为什么说我不要让大家用曲线工具呢 就是因为其实一般呢 我们如果进去调色的情况下 职业调色师会用调色台 这上面所有的按键都是映射到调色台的 它们基本上只需要去拧一般一个画面 几秒钟一期还原就做完 因为他们碰到的一些基本上的画面 都是比较职业的摄影师拍的 很少有这种拍的很奇怪的素材 因为拍的奇怪的素材 它可能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调整 所以为了效率 那调色台一定是作为职业摄影师 职业调色师是一定需要的 他们会在一直调色的时候 会大量的去用对比度球形 然后薄度 然后还有一些整体便宜工具 这边跟大家先提一下这个点 并不是说有的时候说 调色师的调色台的球球只是为了装逼 那有的时候你同时去调十几二十个素材 或者一条片子 因为定完调子之后 一集风格化做完之后 那剩下的就是去拍那些风格化的节点 如果调的快的朋友 就是你的一集还原做的都很好的情况下 直接拍上去就可以了 小调整 这远比你一个素材你调清晨 然后你调到另外一个素材 你就是从头开始调要好的多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去调对比度轴心工具 为什么一开始要调对比度和轴心工具 因为对比度轴心工具 我们把整个画面调成黑白来看 它就是影响着我们画面的一个最终的影调 那影调代表了什么 影调代表其实每一个颜色 每一种颜色 桌面上每一种颜色 在某一个亮度上它都有一种饱和度 什么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看中 哎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清晨色调 但是它是透亮的橙 但如果你现在的画面是一个暗的红色 我想把这个暗红调成那个透亮的橙 如果你的影调拉的不正确的情况下 你是调不出来的 这点就跟大家引入一个颜色 其实是有一个亮度之分 这点是在我们调一些化妆品公司 一些口红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 大家看这边是亮度 这边是一些颜色的明度 当明度不一样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比度轴心已经拉完之后 大家会看到一些颜色的区别 但是如果说我想要把这个红 深红调成这个橘红 能不能调 那我们其实不管你在色轮上怎么拉 你也是永远拉不到这个颜色的 原因是因为它们俩的明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比度轴心工具 需要把他们两个的明度拉到一样 其实这样说有点困难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当你在进行一个画面的调色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画面 好比如说我这个画面想模仿这个画面 那如果你想模仿这个画面的颜色 你第一步需要做的是模仿它的影调 也就是把你的目标画面调成黑白 好调成黑白之后 好调成黑白之后 你就可以对你的画面去进行一个预览 看一下它的视波器它的位置它的配比 然后我现在有些有点佛的 所以我需要把整个轴心工具再往下压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 好高区还有点高下来一点 好基本上这样就会好很多 那就是这样比出来 只有你把影调调完之后 你后面的颜色才能准确 那不然很多颜色就越调越飞 而且你不知道你是哪一步出了错误 那这步希望大家知道 然后我们最后再练习几个片段 好第一个 这是一个面对窗口的那这边已经爆掉了 那这边爆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一样先调整它的对比度轴心工具 然后高区啊这边发现有点挤压 我们先把它的轴心往下压一点 好这样是我们其实现场看到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提一下饱和啊 因为白平衡比较准的关系 所以提完饱和之后感觉明显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啊 其实这就是我当时看到的 就是应该会再亮一点啊 因为外面的阳光比较充斥 那这是我比较还原当时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你想保留更多的后期细节 那你在这边的轴心其实可以稍微下来一点 好然后下一个那这样一个画面 好一样我们调整对比度工具 不要让高光过度挤压 然后让轴心工具下来 好继续调整对比度工具 好把后度一起上 好其实如果你有调色台的话 就是这个时候是三步一起走的 好白平衡色平衡调整一下啊 这个画面就好了 啊细节的一些黑场啊 不说黑的电瓶和白的电瓶 基本上大家自己去调整一下 在第二个节点里面就是很方便 在暗部这边 如果看到哪个地方不起 你就把那个地方拉一下就可以了 好像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边不多说 好这边有个有脸的画面 还是一样啊对比度 大家不要怕对比度 然后去拉一下轴心工具 啊这个工具远比大家去用啊 曲线工具会快的很多很多很多 OK然后这边 调整一下好一直还原结束 稍微调整一下高光就回来就可以了 后面就是二级风格化 或者说对脸部进行一些保护的处理 OK我们最后一个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全景的画面 那一样直接对画面进行对比度 然后轴心的一个偏移 找到当时看到的一个感觉 好然后还原 如果觉得绿色比较突出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些修改 但是所有的操作都是基于你的影调 还有你的色平衡正确 才能去调整下一步 好了 那本次根据到这边 那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调色 其实很方便的一步 就是对比度轴心工具 原来找影调 所有的其他的一些 不包括一些叫遮罩 乱七八糟 就包括一些遮罩乱七八糟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辅助工具 其实真正我们天天会用到的 就是对比度轴心 office 偏移工具 然后还有这一些细节的调整 就黑位 之后我看到画面 如果有一些需要调整的 才会去真正的去动一些 大家知道的一些遮罩 可能会上遮罩 有可能回去去用吸管 但是原理上是 当我们的素材较OK的情况下 我是能不用则不用 除非当我在套LUT的时候 那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要去解决一些问题 我才会用相关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今天去大量的练习吧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你调色速度的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对比度轴心饱和度 就三个 如果你三个动得特别快的话 其实你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你的还原会很快